我們說足球運動作為一個產品 現在已經是無遠弗界 方方面面都可以給予產品 這與大眾傳媒或大量生產的發展是同一的 由小眾或不是商品化的產品 變成大量生產 給大部分的大眾買同一的產品 到後來覺得這個市場這樣下去就不行 再將那些產品由小眾化、樹眾化 去收兩次錢 足球已經走到這樣的一步了嗎? 已經走到了 你說一說 譬如現在我們其實很多 某程度上後福特社會就是說 我們要找一些很小的市場出來 然後就要盡量引起不同人 有很多不同的興趣 譬如現在很多人會看德國球 德國甲組的球迷就是一個市場 現在開始有一個J-league球迷 甚至北美大聯盟的球迷市場 其實越分越小 明白 不過我最討厭說的話 人們不明白 後福特主義 當然有福特主義 麻煩你試略解之 福特主義如果在西歐或英國來說 就是說其實你是在一個工人階級的社區裡面 其實大家都在做同一類型的工作 譬如最經典就是在工廠工作 或者在開礦那些地方 一至五就是大家 一群男人一起去那裡開礦 然後星期六就喝酒 喝完酒就入場看球 看完球就回家 就是一個很有規律的社會 基本上由於你整個人生的歷程 基本上就困在那個社區裡面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選擇 你去擁護那隊有什麼球隊 因為唯一一隊看到的就是 你主場在那個球場 所在那個球隊 現在變成有電視 基本上你可以選擇 由於社會勞動分工裡面 引起整個社區的行業單一化 理想的模型當然是這樣 實際上當然有些不一樣 後福特社會 後福特主義是如何不同的 它已經變後了 就是我們人的選擇似乎多了 尤其是作為一個消費者的選擇 似乎多了 因為我們生活的形式 已經不再限制在一個社區裡面 我們除了可以移民之外 就算不需要移民 譬如長毛那一代的人 可能他們小時候看球 選擇就是香港夾組的十多隊 到我這一代人 我們選擇就是香港夾組的十多隊 可能已經不再一個選擇 因為我們選擇英格蘭超級聯賽的二十多代 德國聯賽的十多隊 德國聯賽的十多隊 甚至日本聯賽你可以看 韓國聯賽、美國聯賽 其實好像選擇是多了 變成就有更加需要多不同的產品 來去贊助這個 如果你說福特主義 福特主義的一個像式 就是他不停地做生產線 即是說那個生產線 是越來越做得好 因為他用一個嚴格的分工 來每一個人就是這樣 後福特主義 如果從生產技術上 就是說是日本那種 一直推錢 你明白嗎? 就是進去 由第一個工序 到第十八個工序 都要認識的 如果一堆機 不好意思 你在做第四個工序 你走上第三個工序 這樣做 從生產的角度 一定是這樣的 後福特主義 但是 如果我們將它拉出來 整個社會的消費 或者是生活模式的轉變 其實也是引起了微妙的變化 因為就是說 那種產品不行的時候 你不像以前那樣 用一個嚴格的分工 不如將那些產品不停地變化 就是re-package 就是re-packed 比如說很簡單 以前我們寫了一篇文 拍完傳單 把兩篇包裝起來 或者不要浪費 然後把兩篇包裝起來 現在一個產品 就算像RTV都是這樣 做五、六次的 編版本 不如想想 不如叫阿祥沒有讀 讀又不是很好 不如配音樂 音樂不能給它一個故事 弄著CD 不如弄DVD DVD 都不好 在網上被人卡進去看 如果他上癮就收錢 現在這個後福特主義 社會就是凡人都盲人 還有賺錢就要多門路 做一件事是要賺十幾次錢 就好像一些一周刊的傳媒 捧你一次 踩你又一鑊 救你又一鑊 或者今天講你溝女 明天講你瘀酒 或者講你有學問 現在這個整個社會生態 就是所謂後福特主義的濫傷 就是說我們在一個工業社會裏面 我們到一個後工業社會 我們整個無論是生產 消費 銷售網絡 同意消費者 都被這些操弄了 你覺得可不可以應用在球員 一定是 多功能 這個摩連奧主義 就是後福特主義 是可以的 所以學理論是一反八的 當然要用得好 你不可以勉強 摩連奧不是後福特主義 完全是 如果你阿榮打龍門 最好練習中堅 我給他分分鐘要踢中堅 或者你踢中場的摩連奧就是這樣 你懂得籃球 懂得射佛球 懂得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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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籃球 如果籃球好也不要緊 就有頭趣 如果不可以 告訴你 你打中場的 進攻中場 可以回來做後腰 如果後腰不可以 如果後腰不可以 後腰都可以 最好連中堅都串演了 這個艾森已經演繹了所有摩連奧 的後腹特主義 一個濫傷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在荷蘭時代的 所謂全能足球 是一個雲然天成的哲學 就是說 在球場的每一角 我們可能會霸到球 所以你得到球 或者你用得球好 你要有多功能 現在摩連奧的說法 你都是多功能 但你只是用一種功能 不過我呢 是要你每一種功能 多一點點 不是訓練一個存財 而是訓練一個破壞存財的存財 你不用很厲害 你讓人都厲害就可以了 阿榮 我想你今天是做防禮中場 你要做得到最少80分 如果你做到80分之餘 你又上來攻堂 又拿了30分 我就有80分 以前 在儲藤足球的時代 就不是這樣 你是要 和整個隊友是投入的 你不是一個功能 你突然間由翼變了 由鐵瓦 你由一個閘變了翼 是混然天成 現在他叫你 你千萬不要過半場 你在後面做了些事情 是這樣的 即是他已經將那個 他對足球那種功能主義 用到盡 好像祖高爾他不喜歡就是這樣 你回不了你 你的意思是 即是球員在場上 自我發揮 或者自己 就著場上的一個轉變 而自己去創意的機會 是越來越少 好了 全能足球 跟高能足球有相似 全能足球是 荷蘭的哲學 即是 全面足球 全能 當然你可以這樣承認 全能足球 你做足球員 多方面都要有 現在摩尼奧 那個不是 你只要多方面有 你不用了 當然多方面有 他當然很開心 他也是叫你做 你喊身告訴你 你今場 是要鎖死的 沙圍 你不要跟我做另一件事 喊身今場 你一定要上去射球 是這樣的 而這個荷蘭的全面足球 全面足球獎 你去踢 是吧 我們有陣式 我們在練習都有配對 但一落到場的時候 你自己會做 你霸了這些位置就行了 是吧 如果 布魯夫在後場拿到球 你暫時已經是一個 後腰 你要給球 是吧 或者 那個 我舉個例子 就是 巴西的中堅叫什麼 金甲一個 是 劉思奧 劉思奧 其實他有機會做了全能足球 他都現在做功能足球 因為他只是上來一兩次而已 如果說以前的碧金包 是他的位置 他經常上來 因為碧金包覺得 是要上來就上來 是吧 當然他又有個配對 如果說西德足球 就是當後防的 Libro上來的時候 中場的Libro是回來做後腰的 你明白嗎 即是當 碧金包上去 中場的中是回來的 這些其實都是有配對 但是那個是 因為 殯然天成多 是現在好像摩連奴 那些 即是你說的後複雜主義 就是說 你堆積的 你快點做下去 就是這樣